hackers 好 大家好 是5月10日星期二 eig由我来主持组织线机的崩潰 我拍档 deciiko Rheincelys 有点时候 經過這個周末 幣圈發生了一些大事 令到幣價也有一個急速的下跌 我們看看周末大概在星期六的晚上 這個UST曾經有輕微脫鉤的跡象 這個UST是LUNA推出的算法穩定幣 在星期六晚曾經在FTX下跌至9.5元 後來LUNA推出了一些修正的動作 也很快在星期日上升 大概接近1元的水平 但是去到昨天 近夥晚開始 這個UST又開始有脫鉤的跡象 加上昨晚美股全線都下跌 尤其是NASDAQ跌了4.3% 這個UST的跌幅就擴大 開始引起其他幣的骨牌式效應下跌 最重要的是 因為UST的算法穩定幣 它是跟LUNA一對 整個架構是息息相關的 最近LUNA在今年開始 引入BTC作為其中的一個儲備 它當時會籌集大約100億美金 用來購買BTC或其他資產 作為UST的儲備 直到周末之前 它已經用了35億美金 去買入了9萬多隻 這個 BTC作為儲備 成為了 比特斯拉持有比特幣更多的 單一機構 但是昨天USD 開始有脫鉤的風險之後 信心就受到考驗 市場是擔心 LUNA會透過 賣他手上的持有的BTC 去拯救UST 繼而令到市場對BTC都失去了信心 結果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其實我們看看 在FTX來說 今天下午最低 USD跌到5.6 而在BINANCE也跌到6.6 基本上如果作為一個穩定幣 它已經是一個 可以叫做全面性失效 市場上很多人都說 它已經進入了死亡螺旋 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在網上看到有些人就嘗試在低位那裏撈底 現在暫時初步看 都算 那些撈底的人都算成功 因為 USD 已經反彈到接近9毫子的水平 但是 看回以往 歷史上 有很多隻 算法穩定幣 而在它進入死亡螺旋之後 一個大幅下跌 它都會有一個急彈 上回 接近9毫子的水平 然後就會 再跌下去 所以大家 在這方面要非常小心 現在來說 因為 受到 USD 這個事件的影響 整個幣圈 其他的幣 都是 處於一個比較偏弱的狀態 我們看回 B&B那些 最低跌到 289元 比特幣也曾經跌穿過3萬元 所以大家 未來這段時間 要密切留意 記住USD的發展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講述比特幣 比特幣從昨天開始跌破3萬4元之後 根據Glassnode 上面的一些鏈上數據 就發現 之前 比特幣有很多 巨瓶 囤積了很多比特幣 很多散戶在高位購買的比特幣 也開始 計算了數 已經止蝕了 所以3萬4元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位 今天早上 曾經 跌穿3萬4元之後 我們從網上數據發覺 有很多 大戶 都把比特幣 轉入中心化交易所 顯示 很多大戶 穿了3萬4元之後 那個 看法和耐性 都已經有所改變 有很多大戶 將比特幣轉入交易所 可能是一個 賣比特幣套現的行為 令到比特幣的價錢很快 已經跌到 3萬元 後來還穿了3萬元 雖然 隨著USD的回升 幣價仍然站穩一點 但是比特幣仍然在3萬1千多 這個位置 距離上3萬4元 還有一段距離 大家在這段時間 一定要相當之謹慎 我們看回 平時以往 在比特幣大跌市的時候 我們就會 去看看 恐懼及貪瘫指數 那個Grid index 剛剛檢查了 大概是在11 11 顯示現在市場 是處於一個 極度恐慌的狀態 過去24小時內 那麼多交易所 的一些合約 就有差不多24億美金的量 被清算 可以講多上話 絲環騙的 所以 大家要繼續 提高警覺 第三件事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比特幣急跌下來 也吸引了一群 長期比特幣的支持者 在這些低位 嘗試入市去撈底 其中一個 就是 薩爾雅多 薩爾雅多的總統 今天就在Twitter宣布 他就嘗試在 比特幣跌落低位的時候 就撈底 他就宣佈 在30744 這個價格 就買入了 替薩爾雅多國家 買入了500 即是比特幣 其實看回 因為由薩爾雅多 去年 9月開始 宣佈這個 比特幣成為 發電貨幣之後 他就已經不斷多次 賣入這個比特幣 他的平均價 都是比較高的 到目前為止 計算剛剛買的500隻 他手上已經買了 2301隻 比特幣 但他的平均價 是44900多 差不多是45000 所以在現在這一刻 他的帳面已經在虧了差不多3成 在網上的評論 就很壞參半 有些就很支持他 繼續在低位 嘗試繼續再買入 比特幣 認為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反對的人當然 就說他 作為一個國家的元首 將整個國家的命運 都倒上了在比特幣上 不論怎樣 其實他現在進入 2000多隻比特幣 對於整個國家來說 就不是 一個相當大的數 看看 如果比特幣的價格 在低位徘徊的時候 他會不會再有 第二些動作 或者再用更多的資金 再撈底 今天其實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事情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現在 未來 我相信這個星期 都是密切留意 UST的走勢 今天分享到這裏 明天再和大家 見面 拜拜 拜拜